HELLO 大家好 這是第一次我用相機錄 這次的VLOG就是關於我上次影片 上上次影片 最後講到的好消息 具體的話我覺得 我在後面再慢慢講就好 這是我爸爸 這是我爸媽帶我到捷運站 悠遊卡超級方便的 你根據捷運路線圖 可以玩完整個台北市 悠遊卡平常在Sever那裡可以買東西 還可以搭公車 如果你先搭捷運再搭公車的話 你的公車有折駕 我們的飛機是10點20的 打招呼 嗨 我們現在要去登機 我們要去哪裡 我們要去香港 我們要去比賽 有一個上海海峽兩岸青年創業大賽 你的手沒錄進去 沒有關係 好那我們要去登機了 掰掰 所以我們要搭的飛機 好大家我們現在已經到香港了 然後我們現在要去飯店潛艇 然後我們有發達通 不知道幾年前的 對 這個東西就像是台灣的悠遊卡 所以應該就直接 刷一個 對 好 那我們走囉 嗨 我們坐進來 嗨 我們現在來吃的是,是網路推薦嗎? 對 這是很有名的新主座 零食 我一直叫做零食 這個是紅豆冰 凍咖啡 跟番茄撈麵 還有黑帽 派黑帽 OK 各位 什麼表情 我以為它是鹹的 結果它是鹹的 麵包本身就是 有點像法式烏絲 然後 它比較有脆度對不對 沒有那麼軟 但你真自己投入是鹹的 它那個 番茄撈蛋麵 它是泡麵耶 你怎麼入鏡你都跳沒了你知道嗎 沒關係 你粉絲會愛上我的草莓 快點 吃起來味道超好吃的 看起來蠻清淡的 對,這看起來很清淡 但是其他蛋跟番茄是比例剛剛好 你可以吃到蛋的那種香味 我們其實忘記一件事 就是它剛好敷一餅一罐糖醬 你知道嗎 對對對 加一下 其實加了糖醬的我C都喜歡 哇賽 假設原本是大概60分 加了糖醬大概是90分 但是味道層次非常厚 可是原來是甜甜的 吃起來像法式的 它是有淡淡的鹹味 所以各位不要忘記喝加糖醬 好,我們現在來吃喝冬咖啡 就還蠻甜的 就是很甜的 咖啡、烏龍蜂 然後 吃喝 紅豆冰 然後上面那一層 我說是牛奶 然後黑帽說是 是煉 煉奶 煉煮 沒有煉奶這種東西 我們現在要去吃 翠華 這是一家港澀茶餐廳 這家是嗎 黑帽你的大臉 這個是 撈麵 這個是鮮奶不知道什麼東西 我的海南雞飯 好酸的 那我有點像阿 一滴滴 嗯,它就好軟 之後吃肉很軟 很美 這是特色 所以應該 所以它餐廳要吃 快 現在是黑帽的吃播時間 黑帽想吃了 沒有沒有沒有 不要不要不要 好 再試試 好 請 我覺得都不錯啦 滿好吃的 沒有到很特別 這個蝦好大喔 對 我吃看 是好吃 沒有到 哇 是好吃 現在很適合 鬆皮 檸檬茶 要攪拌各位 因為你可能存在底下 還不錯喔 就吃檸檬茶 我要點了一個 鮮奶不知道什麼東西 剛剛我們的同桌說 一般人不會點什麼東西 你看到你 平常的燕麥 看到嗎 看到嗎 然後 在這邊要 要感謝一下 我們剛剛同桌 要感謝 本來就是他們請我們吃飯 然後 還遇見我們很多香港的美食 在這邊都會 吃 然後就不開心 所以如果這支影片有看到 真的很謝謝 真的可以選 沒有禁客 我們吃完翠華 來到他對面的 蔥上 香蕉油 黑帽 來為我們試吃 龍眼椰果冰 如何 濃啦 我覺得 就是 味道濃厚 感覺真材實料 好 像天橋 走啊走 走 走到 這個路口 左轉 就會看到 痾 耶 淫藏季 對 我們要來吃 咖哩魚蛋 這家也是推薦的 我們先來試吃 咖哩魚蛋 好燙喔 辣辣的 然後 好不好吃 要唱一句 新協會的粵語 Jose 是嗎 應該吧 你覺得呢 我覺得他的魚蛋還蠻有小勁 很Q 嗨 我們吃完魚蛋 現在在 往海邊走 不亂走 帶著我路吃 專業賣魚蛋 香港的夜晚 你看那個海上面好像彩虹喔 剛剛在海邊走斷光之後 現在就回到住宿的地方 要開始做正事了 就是 黑貓 嗨 我們早上都在做簡報 就是現在 中午才要出去 然後我們昨天吃 退化餐廳的時候 認識了一個 很好的人 今天就很 隨性的 跟他再約吃一次午餐 那我們要 搭捷運去囉 那個人是個 很厲害的吃貨 所以他帶我們去吃的東西 應該 很好吃 我們現在要去搭丁丁 好酷喔 這家店叫八寶清湯南 好這個是老闆 這個是韭菜 跟牛腩 還有牛肚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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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牛丸湯 哈囉大家 我們中午吃的那一家牛腩 真的超好吃的 大家一定要去 我們吃完飯之後呢 就繼續做簡報 現在我們要再去吃晚餐 等一下去吃澳門茶餐廳 跟黑帽的一個香港的朋友 一起吃飯 然後發現我們來這邊之後 還沒吃過燒餓 所以 晚一點的話 應該會去接晴 因為我覺得我們住的地方 讓晴自己來會有點危險 對 大概就這樣 很特別的 好 開始吧 我現在在澳洲茶餐廳 然後吃這個燒餓 那我覺得這個燒餓是 它有用八角做提味 它的肉很軟 就是相效於台灣的燒餓品 但是有一個缺點 就是它的油脂 就是它的皮的部分 太容易去跟肉做分離 所以你會 就是可能 咬到肉 咬不到皮質 所以我覺得這個口感 可能要再加強這樣 你又吃黑帽 可以 沒有帽子的黑帽 蘿蔔糕 其實它有蘿蔔糕 跟台灣的比起來 其實它比較軟爛一點 然後 它沒有那麼多蘿蔔絲在裡面 但是它的調味是做得很好 就是很 有點麻麻辣辣的 然後 它有高麗菜 然後火腿 然後一些的洋蔥 就是 非常的 下飯 有味道非常壯 哇 有沒有講 你在吃什麼 我這個 這個葡萄 它蛋味好濃喔 是 你有什麼意見嗎 不是 它 真蛋白 你知道那種蛋味 不是那種 真的蛋白 很好 我覺得 也不太能習慣 然後 還蠻酥的 就是有點像 可頌那種水口感 就是 我覺得跟台灣賣的差很多 嗨各位 所以我們剛剛跟黑帽的朋友 Jasmine一起吃飯 然後她是個很可愛的女生 那我們買了兩個 櫃蛋糕 就是等一下要非常focus繼續練我們的解包 所以需要一點熱量 我們現在check out了 到來吃飯 嗨黑帽 哇 真的都醃了嗎 熱騰騰的 熱騰騰的 各位 我們現在到了比賽場地的廁所 對 開勤 很熱很熱 對 我們現在呢 就是算提早到吧 算第一個到了是吧 對 然後我們換好衣服 我要繼續準備了 唉 做了好衣服 你在吃什麼 這是紅豆冰 對 沒有甜味的很好 她的新作冰是已經喝過紅豆冰了 所以呢 我還是自己加糖 那這個是 西多士 然後這個是 通油 雞扒 烙丁 烙丁就是這種黏 然後清靈是什麼 我吃的是一個叫 新多多烙丁 裡面就是有雞 然後還有一個蛋 還有點餐 然後我們兩個都喝奶茶 送琴去碼頭 走吧 美麗的香 你現在要幹嘛 要買成料回家 我覺得這次比大家就是 我覺得我們準備這麼久的全部都擁有多久的時間 對 那就很好 然後我就覺得 沒有後悔啊 不然覺得怎麼樣我就很開心 停 掰掰 掰掰 不要想我 不要想我 那我們就跟婉晴 現在收說你的賽後心得了吧 其實今天我覺得就是我們 遇過我們來比賽的時候 其實還蠻緊張的 因為其實緊張的時候 大概上午吧 然後下午就結束了 所以前面兩天其實都還蠻casual 蠻快樂的 所以其實我們原本是下午就是 五點餅 然後因為 我們遇早到了 然後 就讓我們變成第一個還是第二個 第二個 然後就是 呃 的預料之外啊 突然間就從 原本第十組 然後 我們變成第一組 第二組 就是一個非常 大的 變動 有點小緊張 這次是八分鐘的 presentation 跟三分鐘的大便 然後 我們其實都有超市 就是 主辦方面有那麼 那麼 支出 對我們還蠻好的 但是我們就是 這一次實在 我覺得算吧 確定我們到底 有沒有 能夠評審的方式 就是這樣 我想說 我非常感謝有這次機會 就是 而且我 必須很誠實的講 很謝謝 琴還有 黑帽 就是再怎麼說 感謝是最最多的 我覺得 下一站上海吧 就是 就是 不管解我怎麼樣 就是給自己一點自信 如果有幫我祝福的 觀眾很謝謝你們 好的 先這樣囉 掰掰 Hey guys 這裡是黑帽 然後 現在是佳君的頻道 這裡就是 哈囉 各位佳君的粉絲們 也不知道我想說 我們現在要去 香港 See ya